《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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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題目 其實我們那個系統編輯 開始直到說 我說應該告訴人家怎麼滾出人生的第一桶金 結果我閃過《腦袋花》 直接的一個 那個《腦袋花》裡面是一個很慘痛的歷史的一個回憶 因為我在台古裡面 其實不是滾出人生的第一桶金 是賠掉人生的第一桶金 所以我還是要很老實地告訴大家 怎麼賠掉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後 然後你有辦法再重新翻身過來 那才是一個重點 在人生的一個這個過程中 你去賠交 我覺得都不是很丟人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之所以會賠解的原因 的問題在哪裡 每個人腦袋瓜裡面都有一些共同存在的DNA 就好像剛剛那個唐老師講的 我們把人的簡單的分成十二大類 對不對 那在股料市場 在投資市場 你也可以把人簡單的分成幾大類 那幾大類的人 為什麼老師都是賺錢的 幾大類為什麼老師都是賠錢的 那你的這個投資理財的基因 是不是可以透過人的努力來改變 請問一下在座今天晚上來聽演講 如果想到協會投資理財 你認為你原來就是輸家 永遠要成為輸家嗎 當然不是嘛 否則你為什麼那麼辛苦的到處趕快去聽演講 我看到你今天晚上拿那個筆記本的比較少 你如果去聽那個以前 我那人做的老主管 那個窗口裡的叫呂中藥 那他們場子下面聽的人 老師都是拿了一個筆記本 然後比較用空來拿一個錄音笔 然後開始講課股 我就是開始吵吵去寫 你們希望我 要不要希望我今天報名牌 很簡單啊 那個這一集金週刊就有專訪我 上個禮拜專訪我 上個裡面我就提了 大概五六檔股票 那些股票都是不錯的 等一下你們快樂我去馬上訂一本 我不願意喔 這一集我真的是告訴他 有大概六檔還是幾檔 都是不錯的 就是這個股票 所以要聽名牌很快 但是你要知道說 那個名牌的那個邏輯是在哪裡 好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的這個理財的一個人生的不同的接待 第一個 其實我在民國七十五年畢業 七十五年畢業到現在也二十四年 不小心透露我的年紀 有時候人家告訴我說 你看起來好像三十幾歲啊 當天我好像 當天我就興奮了一整天 結果我老婆睡一覺醒來 這個老婆 就會完全就是交習那個樂口 我七十五年畢業到軍中去虎無語 當時沒有考上研究所 但是很幸運的 用很低標的分數考上的意義的精華 當時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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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下部隊到成功領 去當那個四官隊的區隊長的時候 我很不幸 體格雖然長得不是很壯 但是被分發到四官隊去當那個派長 因為我太老實了 在部下受訓的時候八百公尺 障礙竟然跑前中隊裡面的第二名 就是很不幸 然後被人家就拍到那個 一座至少要跑三四五千公尺 那時候的薪水有一個月 那我退伍的時候 大概領了將近九千塊 我現在不曉得稍微的義務金官領了多少錢 我兩年的薪水 大概整整領了 大概將近累積起來 大概將近二十萬 因為翻萬零工獎金 二十萬拿到哪邊去 二十萬全部 每個月都拿回去給我老爸 扣掉我的交通費、看電影 其他的那個 這個買賣書之外 其他全部都拿給我老爸 但是那時候 民國七十五年 我記得我還在部校受訓的時候 台股的指數還沒有到一千點 七十六年 年初還慢慢漲過一千點 我是商學院畢業的 但是我不知道整個投資市場的 已經開始在產生質變 國際說之 到那時候其實在台灣 已經開始聯繫了 聯繫了大盒的順差 台幣不斷的在升值 所以那時候二十萬我如果不是 當然我認為我拿給我老爸 對我來講是一種 好像可以讓自己覺得 我過去念大寫 包到家裡面很多錢 所以等於說稍微彌補一下 自己內心的困欠 因為我覺得我這輩子 能夠念大寫是我 因為我住了那個村莊 到我念大寫的時候 十根醜之筒拿出來數 十根醜之筒都還數不完 這個也是一個 坦白講不怕大家笑 就是一個雞不生蛋鳥 拉死的地方 我們要離那個麥鳥 離麥鳥其實是很近的地方 所以你問我說六七 要不要贊同他設在麥鳥 我是從頭到尾是環被倒極 因為從來沒有享受任何好處 沒有享受任何好處 現在高鐵從我家的那個水田看過去 我們也沒享受到任何好處 所以那時候其實一開始就喪失先機 第二個階段 我在國外人上班的時候 民國七十七年 我第一人工作 到東訪市的外貿部門去補貨 因為我大寫店的是國貿系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國貿系是台大 台大國貿系是第一志願 因為我家裡面從小跟田很窮 所以我高中在田志願的時候 那個國立大學 這邊田到中興大學 只田法律系跟商學 然後中興大學 現在不像中興大學 在台北大學 那大學以後 全部都是田商賢科系 沒有任何文賢跟錢安科系 因為我認為我窮太好了 我那邊國立委 我認為商業應該可以賺到達錢 那時候直接的反應是這樣 但是到國內人的時候 證券投資小組一進去 總共招了二十幾個人 我今天到伊甸市去錄影的時候 才告訴邱慶妮 我說當時進去 大概二十幾個人 三分之一是台大畢業的 三分之一是鄭大畢業的 你知道嗎? 全國最聰明的腦袋發 在國內人的時候證券投資小組 我們當省的主管叫李中藥 然後我認為 我只要看出全國最大的法人 對不對? 手上有幾千億的可用資金可以運用 雖然我法人有那麼多 但至少都是聰明的人 都是很有錢 對不對? 所以在民國七十八年的時候 我回家 回老家跟我老爸說服我 我說 我們那個裡面的人都在做股票 公司的買賣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老爸很心動 你知道嗎? 人的那個貪心其實都是一致 所以就拿了他的土地基 借了土地基基的錢 就大概借了一兩百萬 所以在那個階段剛好很不幸的 民國七十八年進去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賺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 每天這樣賺幾千塊 就比我的民國薪水還好 所以很不幸的 在七十九年就換一根國 從一二六八二跌到二四八五 那就是一個真的是暗如天日的日子 我理想說上班六天半 早上大概禮拜六 就收盤十一點左右收盤 然後我開完會笑 我還要朋友你朋友 我現在的老婆 然後還放笑臉在那去看電影 那如果資產解剖債 大概有三年都是負的 都是負的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每一件事情 最聰明的腦袋 最有利的工作環境 最有用的資源給你 你有沒有辦法一定在股票市場可以賺到錢 沒有的 我要告訴大家這一件事情 沒有的 第三個在受盡階段 在受盡階段 從民國八十一年以後 大概七十九年八十年以後 我從此不敢離開那棵大樹 因為在那個工作環境之下 事實上是很呆板的 而且是比較高壓式的管理 日式管理 但是反而在極度的一個工作的一個蒙賴之下 反而還開始累積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要卡牌跟大家報告 我真正累積了人生的所謂的第一桶金 你要告訴我五十萬、一百萬、兩百萬 這其實是在職場累積之外 賣力的工作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你趁著年輕的時候 你還沒有接觸股票、投資、理財 這些比較屬於高風險性資產之下 好好的把你的書讀好 好好的畢業之後 替資本家工作一段日子 好好的學一些經驗 這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 這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 第二、第四個階段 將近一百萬我才做的 那時候算得剛剛好 只多過了兩個禮拜 然後人事務的主管告訴我 你真會算 因為滿九年 我可以領到那個好像九個月 再加十個月的那個 那個退職金 有沒有人在國外人手 然後再乘一個 所以我大概領了二十個月的退職金 國外人手現在大概是沒有退職金 我就拿了以前跳到富方投信去 富方投信去 從此我的人生就從此改變了 因為前面的工作的歲月 我是很賣力的替資本家工作 然後到富方的時候 老闆就便去授權給我 所以真正開始受資本家的重視 領到比較高的配的階段 事實上是得富方投信這個階段 我記得台灣民國八十九年 到民國九十二年我離開的時候 曾經大概有聯繫兩、三年 我們那個蔡老闆 每年大概配了將近一百張 的富方投信的股票流 當時的市價多少 大家知道嗎? 富方金庫後來併入富方投信 一股的富方投信的股票 可以換將近三股的富方金庫的股票 所以整整換算起來 一張富方投信的股票 大概是八萬元左右 所以我最高的也曾經點了 將近一百張的富方投信股票 所以你想一想 我的人生從此就 我頂完那個股票 我刷一刷 我家刷一刷 原來我的那個房屋貸款 第二間房屋貸款六百萬 原來是可以這麼輕鬆的產完 你知道嗎? 我發現我的人生從此才開始 從黑白慢慢變成產生 所以到這個階段為止 事實上我們還是生活在 生活在資本家的底力下面 但是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我還是不斷地在精進 自己的一個專業職能 尤其我很幸運的 一直都是在投資領域 都是在投資理財這個領域 從來沒有脫離過 包括現在我的信心 也是投資理財這個領域 當然剛剛我聽到那個房老師說 那個射手座好像愛好自由 我發覺我退市職場之後才愛好自由 我退市職場之前 我不會愛好自由 我怕還要賺錢 第五點喔 我個人的 我才是自己人生的土產 當你直接 當你這個推出職場之後 你發覺你不用朝九晚五 不記得要八點半進辦公室 像我現在常常大概十點半 甚至於早上不進辦公室 對不對 因為時間完結的時候 就是你自己負責 對不對 你要替自己負責規劃你的人生 這才是真正的自己的人生的主場 所以我很欠負我們那個溫先生 我溫先生說 我去了過十幾個國家 我現在算一算 大概我還去不到十幾個國家 我現在每年固定要去美國兩次 是有點不得意 因為小孩子在那邊讀書 但是我現在是很想到處去走一走太太 因為人如果到了五十歲以後 搞不好真的就毛病一堆了 最後我這個人人生是彩色還是黑白 完全是自己決定 別人是沒辦法決定的 接下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一般的人投資的屬性有哪幾類 剛剛唐老師說可以分了十二種 心臟 這裡我告訴大家 基本上你到投資市場來 在股價市場 其實基本上我簡單 把它分了也算大了 第一個 賭碼 什麼叫做賭碼 一般參與者 通常講股料來都很直接 就是說 我就是拿天線圖出來畫一畫 我就猜一下 下個禮拜或是下個月 到底趨勢是往上或是往下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在賭碼 因為直接認為股料市場 是比較投資的市場 你一開始心態就認為 它是一種比較高股膜性的投資市場 參與者都是期待款 期內享受勝利的快感 你這樣今天往上就靠雙年牌 所以你剪一下子散之後 應該要拿一本金鐘看 因為這一期真的是有骨牌 第二個還會沉醉 你享受精簡刺激的過程 有人滿賣股票 事實上是因為他本身可以帶來刺激 生活太無聊 所以從晚上十點看到十二點 十二點不過的話再跳起來看 我媽媽喊講說你九十二點 因為後面全部都在講股票 這個特色是賭客每天在打開 你的手上的股票 目前的一個情況 還有他的那個趨勢啊 動能啊 對不對 都是在打開市場的一個情況 那實際上場景也變下來 你如果是這種心態的人 你會發覺真正在股料市場賺到錢 是哪些人 第一個有政府 你也抽了你的證交稅 第二個有信馬斯 信馬斯是哪些人 營業員賺你的錢 對不對 再來歧視 駕馭在於那個賽馬身上的人 譬如說頭部的老師啊 那些名嘴啊 因為名嘴他都做了一場演講 譬如說我買了一檔小型股 我今天晚上這麼多人去告訴你 這一檔股票 這個人都好多哈 結果你們沒有想到 其實我昨天就買了 所以你們明天每個人 把一張號 找一張號 我就趁勢到點 就要往內心 是不是 有問題 請就讓大家看一下 在眼督這場 我請問你 我們可以選擇 配合 你 要在其他人 餐厚 之後 我請問你 在個異國